今天上午 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接派成立 这是至继北京国家植物园之后呢 我国设立的第二个国家植物园 那华南国家植物园到底什么样子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华南国家植物园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 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学研究和植物保护机构之一 主要立足华南 进行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等工作 走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广州园区 就仿佛走进一个巨大而特色鲜明的岭南园林 道路两旁是颇具热带风情的棕榈科树木 穿过水屑能看到依水而立的落雨山 据了解 现在这里千地保育的植物超过一万七千种 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个巨大的圆盘状的叶子 这就是克鲁兹王莲 最近它是已经开花了 这是一种热带的景观植物 我们现在来到的区域就是一个巨大的植物景观温室群 在这里可以一次性地穿越沙漠 高山和丛林 有很多的奇花异草 别说是贱了 我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而热带雨林市又是温室群中最大的一个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一探究竟吧 走进热带雨林市 记者发现热带雨林的层次感非常丰富 在这里可以领略到千奇百怪的雨林奇观 这是一棵非常特别的树 树名叫冻天树 如果从里面看 会发现它的确别有冻天 它附生的大树逐渐枯萎之后 慢慢地就剩下四周的枝干 从热带雨林到高山植物 从奇华异果到沙漠植物景观 华南国家植物园不仅可以展示 种类纷繁的植物奇观 还能将植物界的美丽传说 化为情境 真实在现 诠释着独属于植物世界的神秘与梦幻 近年来 华南国家植物园致力于植物千地保育 珍稀宾威植物野外回归等工作 在园内成功千地保育的植物当中 包括珍稀宾威植物643种 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337种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珍稀宾威植物 繁育中心的一个户外区域 那这个户外区域啊 共保育有200多种的珍稀宾威植物 还有很多是国家一级和二级 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这个树就是霞叶坡垒 那霞叶坡垒是在这边经过了 20多年的一个生长 才长成了这样的一个大小 而且啊 霞叶坡垒的木质地 是非常坚硬的 有千年铁木之称 那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现在这棵树的底下呢 已经是长出了这样的小树苗 霞叶坡垒已经在这里成功地实现了 自然的更新和繁衍 那也证明着这些珍稀宾威植物啊 在这里已经成功保育了 这个啊 是虎盐花 大家看它的造型是不是非常的奇特 虽然它现在没有开花 但是它的叶片啊 也是非常的好看 上面是这样老虎斑纹一样的图案 而且看到它的镜上长着细小的绒毛 非常的可爱 这是一种罕见的野生观赏植物 是上个世纪70年代啊 科研人员在广东阳春首次发现的 当时就被列为了一级宾威的保护植物 而现在我们的科研人员已经培育出像这样的试管苗了 这个试管苗是你那个种子学在的叶片繁育出来的 因为那个浮烟发的种子 这野味是它属于的虚光种子 它一个水一撑就撑到泥里面去了 它就会布里蒙发了 那么我们在行动调剂下 控制这个营养成分 控制这个温度光照 等等调剂下 就能够培养出这种试管苗了 那它最大能够长到多少 浮烟发的叶片 在野味如果条件比较好的话 可长到一米左右 大概一般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 我们就把这个浮烟发已经回复到野味去了 浮烟发大概有五到六千株左右 那现在他们在野外生活的怎么样 它的野味都送的 跟野生怎样都送的好像是非常好的 目前 华南国家植物园 已经成功实现了 杜鹃红杉茶 绣球茜 等36种华南珍稀宾微植物的野外回归 未来三到五年 还将建立华南国家植物签地保护中心 物种保育数达两万种 其中经济植物达六千种 使华南地区珍稀宾微植物的95% 得到有效保护 华南国家植物园与其他的植物园有何不同 接下来又将如何建设呢 华南国家植物园有一大特色 就是这里有着种类丰富的砖类园 蓝园 竹园 江园 药园 凤梨园 棕梨园等等 应有尽有 砖类园主要集合了有相同特质类型的植物 里面也有不少的珍稀宾微物种 代表了所在植物园的地区性特征 比如这个木兰园就收集了木兰科200多种的植物 收集的种类非常的齐全 正是有了这样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活植物 植物学才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 华南国家植物园也成为了中国木兰科植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中心 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任务之一 就是要将现有38个专类园中的4个建设为世界一流 4个建设为国内一流 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坚持 以华南地区植物牵地保护为重点 建设华南植物种制资源库 植物牵地保护利用科研平台和华南植物资源研发中心 对植物进行系统收集 完整保存高水平研究和可持续利用 提升科普教育功能 讲好中国植物故事 我们希望未来把这个植物的种类 从一万七千多提升到两万种 我们还是希望为大湾区的这种科研中心的建设 大湾区的这个绿色生活 这个绿色发展 进行一些经济植物的开发和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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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